車門邊一道長長的刮痕 車主看得心裡也宛如刀割 不只後照鏡 下方還直接被撞破 零件外露 一查之下 原來是一人小馬的愛車 他甚至在網路上PO文 表示自己的愛車 停在自家的車位 竟然被撞 而肇事的駕駛離開了 但現場又裝保全監視 雖然沒有想要多責怪對方 但沒看到任何聯繫方式 只能調到資料後 請警方幫忙 也強調 當副的責任就請您負責 被撞壞的車 可不便宜 號稱路上頭等艙 要買還得排上一年 四人座新車價約520萬 七人座370萬 這回錢包杆 葉子板以及後照竟被撞壞 粗估若是原廠維修價 恐怕要超過12萬 民眾駕車發生交通事故 因流於現場處置 並撥打110報案 切勿離開現場 以免違反 到處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第62條 遭處罰還及吊扣駕照 駕駛監視器 闖禍的疑似就是這輛貨車 警方事後鎖定肇事駕駛 也將會通知道案說明 而同一天在高雄 還有沙石車駕駛 也因為沒有注意 結果釀成死亡悲劇 警方在現場指揮交通 索營區大中一路 一名42歲 沙石車駕駛 從快車道變換 直慢車道時 疑似沒注意到 一旁的機車騎士 發生碰撞 導致女騎士倒地 當場燦四輪下 警方也呼籲駕駛變換車道時 應依規定使用方向等 禮讓執行車並減速慢行 以免發生事故 記得綜合報導